来,有错宝说完,老花姨 金边瑞香怎么养,注意点啥 金边瑞香这个简单,给出光照 干了就浇水,不干就不浇 看着家里的猫别给你打翻了,看着孩子别往里面尿 好了,金边瑞香就这么简单 花生你说点干货,我说多干,金边瑞香这个东西怕冷 他是非常喜欢光照的,我给你大伙说 你新手花油,你买回去你就这么低,你不用管它 你放到你那阳台上光照好一点地方,你先等它开花就行了 你用手摸一摸这个盆土,不干你别老叫,明白了吗 你等它开完花你也可以换盆,别换土,换盆,别换土 你换房子可以,你别换媳妇,别换家人 你懂那个意思吗,你爱老花姨我挣钱了 我换个房子那行,我生光发财了 我换老婆,那不行,那不行,你懂吗 所以说这个土就相当于老婆一样 它是跟着你相如以沫 一直一路一路走到现在的 再叫娘家土,你尽量的别动它 明白了吗,可以换土 土的话老花姨也卖,肯定是老花姨卖的土是最好的了 老王卖官自卖自宽了 换的时候你把表面的这个土 看到没,稍微扒掉一部分 露出来表层的根系 埋土的时候,你这个土不要覆盖的很深 薄薄的一小层就行了,明白了吗 可以换盆,可以加土,不要埋得太深 花盆一定要排水透气 光照尽可能的给足,摸一摸盆土 不干就不浇 温度一定要维持在零度以上 这个东西马马虎虎 零度以上是没问题的 零度以下就有危险了 它一年呢,在我们山东地区我测试过它 我自己养的一年能开两三次 有的话有能养的就是开完这波就开下波 但是它养的比较好 这个也是靠肥料来支撑的了 先学着养活吧 只要是能养活了,咱们慢慢地研究着把它养好 一篇关于金边瑞香的这个事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华一 老华最在一 拜託吃吧 嗨,嘿嘿